桃園市新屋区台66线桥下昨天一辆B&W大漆 与Yaris发生严重碰撞 事故现场可以看到 Yaris被撞后滑行十多公尺远 但只有左边的大灯和保险杆受损 而违规左转的大漆安全气囊整个爆开 引擎盖变形而且保险杆掉落 模样十分凄惨 到场脱掉的修车厂估计B&W的修车费 竟然要高达上百万 相当于两辆Yaris的价格 修车师傅也表示大漆之所以会撞得比较惨 应该是撞击到车身最脆弱的地方 而也有网友认为 不管开什么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